孫梅女 換鏡頭來不通知一下 我們來看這一台 今天是有點小小的 特別安排的 因為今天 你知道 我覺得人的樂趣 是不斷的在改變的 以前我去做一些晚會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聽說 到底這個歌手 唱的是現場還是對嘴 現在不是了 就看這個歌手 到底有沒有調整一下自己 對 他這邊怎麼亮亮的咧 他這邊怎麼變凹了咧 就看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時代在變 人的心情也在變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女生們 她們對於微整形 這三個字 有些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而她們有沒有做 做了之後有些什麼改變 而且妳剛剛講那個心態 我覺得其實也是 像我們以前 我們自己在看女生 我們是在想說 她有沒有去動過 是這樣想 現在是說 她動了之後有沒有變漂亮 還是變哪裡更漂亮 那個心態已經不太一樣了 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有一些 進階的醫師 來在我們的現場 是的 歡迎我們三位 醫美醫師歡迎 是我們的醫師 是我的醫師跟楊醫師 歡迎三位 同時他們後面 都是標榜的是人工美女 有大洞有小洞的 對 大洞小洞 大洞 洞 我好難講 大處理跟小處理的 我們等一下來研究幾位好不好 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後面 有四位美女在後面 那美女 對 四位美女在我們後面 你想等在誰啊 沒有啦 那要請她們出來 讓我們醫師來看一下 她們有沒有動過好嗎 首先歡迎第一位 是我們的譚一喬 歡迎她 嗨 大家好 嗨 怎麼了 怎麼了 先仔細看一下 我自己先看妳一下 對 好緊張喔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樣 我先不說 考醫生 考醫師 來 那美醫師稍微看一下 你覺得她哪裡有沒有動過 乙喬基本上很漂亮 很年輕 應該是沒有做過 為什麼 因為她其實側面看起來 還是滿多的 可以該補的地方 看一下側面 你說鼻子的側面嗎 對 所以醫生對你們來講 這一個就是有點 突突叫做不好的是不是 對 她基本上 她側面看起來 還是有一點可以再修補的地方 修補 這我覺得已經是非常完美的 是很完美 你們是叫命理面下學的嗎 是 真的 是真的 所以以強對妳來講 是覺得說 現在譬如說很多都微整形 妳是不是會覺得 對妳有一點點 天生美女有點不公平 這講的 我真的其實有一點點的小生氣 就是前不久 我遇到一個高中的學弟 然後那時候學弟們 就是都還滿關切 我們這一屆的學姐 就是漂亮學姐 於是她看到我 就是很高興跟我聊天 就說學姐妳以前了 真的 在我們學校 我們都覺得學姐好夢幻 就是我們都夢中前 可是我想講一句老實話 就是妳跟現在女生比起來 妳真的還是 她憑什麼這樣說 她就說 因為現在真的美女太多 而且她說 連高中生都長得很漂亮 然後就說 像我們高中生都可以燙頭髮 而且有些人就是 已經割了雙眼皮 什麼都很漂亮 所以妳對微整形 這件事情是心懷怒氣 我有 我就覺得說 那時候我們那個年代 真是真材實料的校花 妳們現在真是假笑花 好氣喔 好氣喔 好妳等一下坐下 我們等一下幫妳打醫師好不好 打醫師 很不爽 好 接下來第二位呢 這個我們呢 這個問診的病患呢 是我們張家宣懷她 嗨 張中間 嗨 嗨 大家好 我看一下 我沒看一下 我沒看一下 妳的眼睛好大喔 不要把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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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被抖出來 很緊張 薛醫師呢 薛醫師妳覺得 因為我跟家宣已經很熟了 所以我知道她做過什麼 是妳做的喔 應該是說 我覺得家宣已經很完美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她做過什麼地方 我認為她應該有做過一些 小的雷射啦 平常的保養應該都是有 因為你看 她的脖子跟她的臉 臉的皮膚看起來 大概差了二十歲 蛤 所以她脖子老是領導嗎 可是我跟妳講 這真的是現在 很多整型女生的迷思 他們以為只要做 這一個就可以 殊不知好像是 整個假頭這樣 尻上去的感覺 因為這邊都有化妝好不好 因為脖子有可能 我以為剛剛有化妝 對 除非說像 像納豆這樣子 就是她全身都很飽滿 所以就不會洩露 全身充滿了過多的你知道 你看我沒有作魂耶 謝謝喔 所以其實吃胖一點 也是一個好方法 當然因為家宣 蛋白的流失是年紀變大之後 很容易流失掉一個東西 所以好啦 妳自己承認哪邊啦 好啦 我其實我沒有做過鼻子 沒有做過下巴 可是我有做過 自體脂肪風夾 風夾 對 因為我以前 我的臉很瘦 很凹 就算我的身體胖 可是我的臉還是不會胖的那種 可是女生臉一瘦 看起來就很苦對不對 對 然後因為 妳哪裡還有脂肪可以拿來用 對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時我 因為我以前 就是我們在拍戲 其實我們 如果臉太瘦 接的角色就會受限 我就只能演一些什麼苦情女啊 對啊 不然就是什麼好像 激毒啊 對 然後那種 就是很苦的角色 你不能接一些比較 譬如說她可愛型的啦 陽光型的感覺 後來我就想說 為了工作還是去 就是 動一下好了 然後因為我很瘦 其實你看我的腳就是 我很 這細的啊 對 我都沒有脂肪 然後我那時候 為了要做這個手術 我還真胖了十公斤 對 我那時候就是拚命的吃 然後長了 好不容易長了一點點的肉 然後去做 醫生還說啊 你這樣其實還是不是太夠 可是沒有辦法 還是勉強做 然後當時臉 就稍微比較 胖了一點 對 就是我當時做完的時候 我的臉是真的是 就是可以做那種 Baby fat那種 對 而且可以做獨存 以前不敢 就是不能獨嘴巴 就是臉就很像 骷髏頭 對啊 你現在嘟看看 還是骷髏頭 還是骷髏頭 還是 好不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 妳的這個 好不好 謝謝 接下來呢 第三位 我們一起歡迎 廖惠珍 歡迎她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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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好 幹嘛這樣看到我 她一直眼神 都沒有穿成美女 可是出來都要說很漂亮 都是美女嗎 沒有 真的 楊醫師 你請問楊醫師 妳覺得呢 楊醫師妳覺得 楊慧珍很美 等一下 醫生沒想做什麼 我去賺錢 我覺得妳一定沒有做過 不是 她是稱讚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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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己有自信 也是啦 對啊 好 這樣我可以接受 因為她前面說我美了 應該屬於是妳覺得她 我覺得廖惠珍很美 但是 我覺得這一集 應該不是我來錄的 我覺得我是走錯草代的感覺 為什麼 我覺得廖惠珍 她如果在唐朝 一定是一個 爵士大美女 爵士大美女 對 那在我的處理範圍之間 她應該不屬於我的處理範圍 所以我覺得應該 我要先離開吧 醫生問妳 妳就這樣演穿越俱算了 穿越 真的 所以女醫師 妳覺得她還是天然 我覺得慧珍大美女 真的很漂亮 對 我發現整形醫師 其實嘴巴都很淺 上輩子都感覺 而且他們講 他們講那個 妳很美的時候好有誠意 對 他們都好誠懇喔 對啊 可是那慧珍妳自己本身對於 表示像微整形 這三個字 妳有些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覺得 我可以接受微整形 但是我不太能接受 妳做微整形之後 然後上癮 然後導致到後來 妳就變成人工美女 對 我覺得 人家不是常說 談戀愛中的女生最美嗎 最美 可是妳心情保持 因為我真的試過 妳心情保持 就是在談戀愛很美好 妳就想說 那個帥哥對妳這麼好的時候 我跟妳講 那個皮膚都在發亮 所以妳最近皮膚有在發亮嗎 最近沒有啊 對啊 要順發出一個美 許願什麼樣的條件 順便講一下 比那多高一點就好了 就這樣 沒有 球沒有很高 沒有很高啊 所以連我都不行喔 好 太快了 好 接下來第四位呢 經典美女要出現了 廖 歡迎 老師歡迎她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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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正的 好 來 呂醫師 妳覺得廖老師 哪裡有稍微去微整形 我是廖老師的粉絲 唉唷 因為我一直在看他們的節目 他們講話越來越誇張 妳現在我上面騙著美好 不是 因為廖老師常常 一些談話節目嘛 所以我覺得老師有 智慧 除了智慧就還有美麗 可是我一直覺得老師 可能有稍微做一點東西 老師妳有沒有做過電波拉皮 沒有 老師的皮膚太好 對啊 如果老師看起來 真的 臉小很多 你知道嗎 老師我可以算問妳大概幾歲嗎 可以啊 妳 我六十四歲了 對 我六十四歲了 妳這麼好 她是白眼透明的皮膚 妳知道嗎 沒有 化妝的 沒有 她幾乎是沒有 妳幾乎做我 妳很少 就 很多啦 妳很細啦 還好 講真的 那我越來越喜歡妳了 妳知道嗎 妳剛剛老師知道嗎 她剛剛才跟我 對 她剛剛才跟我那個 示威說妳知道嗎 男跟男女之間 是沒有純遠的 但妳也是 沒有純遠的 所以妳跟她老師之間 沒有純遠的 沒有 她後面有一段後來就算了 對 OK 楊醫師妳覺得OK嗎 哪裡有 以六十四歲來講 一個媽媽 我覺得真的這樣子看起來 真的很年輕 是 對 好了老師妳自己跟我們講 妳就是 妳自己贊不贊成做微整形 不管是別人或自己 因為老師講 微整形為什麼一直沒去做 因為我發現 我大概如果真的開始做的話 全是要做套類 從頭做到尾 所以妳會不會覺得工程太浩大了 所以就乾脆不要做 是大工程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自己是一個大工程 所以覺得 不要圍 追求美 我覺得幾歲或是怎麼樣都可以 沒有人家都圍整形 圍一下 我們從頭到尾 從這裡 這裡 還有牙齒 大概嘴巴這個哪裡 你們現在 因為自己不滿意的地方 其實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沒關係 因為今天我們就是有三位 專業的醫師在這邊 是 我們四位來賓可以 一一向他們諮詢 到底如果你們想做些什麼 調整的話 適不適合 然後可不可以做 來 老師請坐 請坐 好的今天大家 反正就機會來了嘛 好不好 大家有什麼想要整理的 一橋妳先來諮詢一下 其實我自己就是 像剛剛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就是覺得 我是下巴其實是算短的 距離 因為我有量過 我姐跟我的下巴 結果我下巴 就是真的比較短 公分數比較短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就是 如果加一點下巴 臉會看起來 在鏡頭上 也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因為我真的很怕痛 所以其實我自己 也有發明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不要用為整 你也可以讓下巴看起來 就是很尖 就是用笑容的方式 然後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比如說 你看這個就是 不是大家每次拿iPad 大頭照拿出來 我都覺得很不吉祥的感覺 我都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你只在下巴就下巴 你只在下巴就下巴 好壞 你下巴很看好 好 就反正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平常笑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這個笑肌 對不對 兩邊 那我們女生 像我就是兩邊 這邊肉比較多的嘛 所以我一下這邊就會更膨 這樣就會膨膨對不對 但是我發明的就是 如果假設你下巴再往下推點 這樣笑 就我下巴 就我下巴 有差嗎 來 有差嗎 下巴往下推一點 你說正常 你就下巴 然後下巴就 我下巴 就我下巴 被醫美騙去近乎雷射 準傷臉儘快掉 她就說先幫你擦一層東西 我會覺得好舒服喔 我會這樣子打一打 沒感覺 我說為什麼沒感覺 她幫我麻醉了 一個護士就壓住我的手 醫生就開始 一直雷射,你知道嗎 結果打完整張臉燒焦 你也有過微整形的經驗嗎 或者你也想要嘗試 卻心裡有顧慮呢 別擔心 下段回來醫師們 替你一一解答